大家好,又是我五哥 今天出一段影片,就是说这几天 应该从前日开始,我youtube不停的讯息炸我 是关于什么呢? 就是关于一部类似这一部,是不是应该叫云台 这些东西,我都不会说了 究竟为什么会不停的被炸呢? 请大家留意 有跟开我频道的人都知道 我这个5分钟大师频道已经停了整个星期 我一直都是每天都会出片 为什么今次会停了整个星期? 主要是因为去旅行,所以偷懒就没什么怎么录 中途都是试下手机上片 闭嘴上片,常载一些片 就不是真的好像近时那样做片出来的 但是去到前天,就突然之间我都会上网看下 很多信息就出来,就不断都说有新片新片 为什么有新片呢? 因为我订阅了频道,也是加上别人的钟仔 有什么新片我喜欢的频道,我就会马上看到 不断都是说,有很多人都出类似的片 就是关于这个叫做Osmo Action 就是这一部这样的东西 Osmo Action 我最初都不在意,因为我这样看 就是按进去,因为我没看完影片 按进去看,就看到 我以为我看错了 我只是说Osmo Osmo Osmo Pocket 本来是想买的 因为它很单薄,所以我没买 我只是认识那一部 但我以为这个样子是GoPro 就是GoPro GoPro Hero 7 都看过一段时间,别人的开箱片 我最初就以为是同一部 谁知道原来,按进去的视频 就是Osmo Action 然后就进去YouTube看 一堆人都不停地说 Osmo Action 和GoPro 7的比较 或者Osmo Action 和Osmo Pocket 各种各种各样 差不多 其实来去都是说的 尺寸的 尺寸都是这样 大家不同的 在试试 尺寸的运作 我今天想说 就是 为什么我会留 旅行途中 都认真看一下 因为我自己 之前我都说过 我买了这部 Pocket 不是不是 这个叫什么 Smoot 4 为什么入手这部呢 我当时就有三个选 可以看看我的影片 其中就是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 三选 当时就是Osmo 不是 这个是Osmo Pocket 这个是Smoot 4 这个是Globo 7 Hero 三部 我终于就选了这部 为什么呢 因为Osmo Pocket 太单薄了 我又怕刮断 旅行不方便 第二点 我不喜欢它 就没有防水 这个呢 Hero当然好 又防震 很多评测都说它很好 又防水 我觉得OK 本来都想买 不过 我又不想带 多个相机的问题 虽然很小 但是 都想着 我有这个Smoot 4 之后呢 可以两用 我有两部手机 一部是iPhone 7% 一部是华为 大家都知道 我华为 这个Mate 20 可能就能扔进去 这部手机 不知道为什么 看回之前的影片 我打算一棍 两用 所以就选了这支 因此 我有留意 别人不断出片 你知道 原来YouTube 不做YouTuber 就不知道 原来 一些人出片 都是一窩蜂 有些Keywork 比如 Osmo Action 一出 其实有什么新产品 很多人 就开箱片 或者评测 或者收钱 帮人做分析 各种各有 所以很多YouTuber 各国 都是 会出类似的片 所以我看了很多这些片 亦都看了很多评测 基本上 它的SPEC 我觉得是 差不多 但其中有一点 吸引我 就是这个前置镜头 我觉得 大家都是防水 那些像素 其实有什么4K 那些 我都不会用到 因为 不会那么夸张 去到4K 因为上载的片 那么大 我觉得没什么需要 我普通拍Vlog 拍普通的片 其实1080 我觉得很足够 最重要 反而如果 要拍的时候 我觉得有个 镜头看 如果对着的时候 就会好些 所以 这个是吸引我的 但是 对于我的 那些不出镜头 似乎好像没有什么用 所以 如果在用家的角度 来说 加上我这些初阶的 那些 如果只在用户的角度 我两部选 我一定会选 Osmo Action 因为 SPEC 差不多 它的防震也很好 它那个叫 Rock Steady Osmo Action 也叫Rock Steady 还有 GoPro Hyper Smooth 其实 相对看过很多片 比较 真的差不多 没什么分别 如果说英俊 个人喜好 我喜欢Osmo Action 因为圆镜头 好像比较好 而且它这些东西 听说可以换 转出来之后 可以换其他 像玩单饭 那些 这个比较吸引 还有 大家的防水 SPEC 差不多 那 如果真的要选 我想我也是选 Osmo Action 而且这部手机 更新 另外 它就 2989 好像是 3000有爪 GoPro 应该有些行 水货都可以去到2900多 应该是 真的差不多 但如果个人喜好 我会选 Osmo Action 不知 大家的网友 有什么选择 如果给你选择 可能最终 都会入手 这部 Osmo Action 未知 未决定 收集多些 大家的意见 因为现在 只是做了两天 所以评测 都是 来去去 都是说那些 有什么东西 看看有没有人用久 或者他有没有 有什么问题 可能发现 都不一定 因为暂时都已经发现 他好像大J那条片 就说他用得久 有些水器在底 不知道他本身的 或是如何 另外 也有些人就说 他的屏幕是有delay 即是 他镜头前 和经过 LCD看 是有些delay 这个听说 都是一件 可能会有其他 可能会出现 都不一定 始终是新机 不知大家 有这部机 或者已经买了 都不一定 如果有不妨 就告诉我 或者你留言 告诉我 看看你的影片 今天说到这么多 因为刚才用过 Smooth Ford 我觉得 其实 都是有些重 在旅行途中 虽然 六百多g 我之前也拍了 六百多g 这是六百多g 虽然也不算重 但是 如果长时间拿着 这么长的棍子 加上手机 又发来发去 就算 stand by mode 都很长 我觉得 是有些烦的旅行 所以 拿着 Smooth Action 相对简单 一支棍子 加上镜头 就算 夹在背包 前面的带 也可以 但在帽子上 也可以 好像是轻便了 我也在想 是不是真的 不知道大家的意见 如何 不妨给多些意见 今天的影片 先说到这么多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是这样 拜拜